羅湖口岸 旅拜討典 反擊再反擊 雖然連唐口岸有兩元雞的滅散機 但羅湖口岸一邊 一直都沒有放棄 羅湖商業城 由商業城變身燒肉城 即是整個街街 賣燒肉之後 再次變身地下城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面前是由深圳地鐵 打造的深港融合商業界 熱場非常多人 人沙人海乘巷城市 而且業態不再單一 只是賣雞和燒肉 現在的業態多元化了很多 大家跟著我LEOSA鏡頭一邊看看 好嗎 是2024年10月16日中午12點 帶大家參觀一下 這是地下城最新的情況 除了有些傳統業態 便利店和炸碗店 還有很多新的業態 除了買雞和燒肉之外 還有很多手作綠豆餅 看到嗎 多了一些賣手信的地方 給大家看看 是綠豆、紅豆、香菇等 全部都是現場受工製作 我女女都很喜歡吃 當然雞和燒肉不少 很多朋友都有自己賣雞和燒肉的心得 口旺這邊會比較貴 去旁邊的羅湖村會比較便宜 而且越夜越便宜 包括電堂 街市買 比在後來買便宜 同樣是 晚上買雞和燒肉 不知道是否價 除了零售店 當然有些電話公司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都有 亞科、找換店、便利店都有 多了許多茶飲店 即是逛逛香港飲品 都要約30元 這裏來說便宜很多 十多元有交 這間是芝士蛋糕 大家應該都有吃過 很多商場都有分店 但今天不知為何 沒有開燈? 停電? 不過大家很熟悉 不作多介紹 自然說秋風喜三射肥 或秋風喜吃辣味 現在秋風喜肯定吃大閘蟹 給大家看看這個大閘蟹 這裡寫著陽澄湖代理專賣店 價錢很便宜 100元3隻 有些原價48元 現在燈價是38元 今晚不同尺寸 看看自己的後味 當然越貴越大隻 現在優惠 購買十送一 免費試 在這些口岸買 會準備更漂亮的冰袋 或冰 幫你保鮮 讓你可以帶回香港 和你去街市或龍牛市場買 可能他們相對的設計會比較簡陋 沒那麼方便 這間專門吃梳芙里的專門店 Fuku Land 都是很受歡迎 很多商場都有軍店 而且口味也有很多選擇 可以穿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口味選擇也很多 價錢十多元到二十多元 不等 設計炒過大家都有光顧過 我相信 因為現在買的山過缸 水過缸 或花生糖 價錢很優惠 通常都有不同的折扣等等 另外前面這間也是 盧溪河圖酥 其實現在很多人會想 回香港之前買一些 酥餅 炒火 回來做手信 或者晚上用來煮劇 這間也有很多人介紹過 我就不介紹 繼續往前走 這間是賣冰糖葫蘆的 國龍蛋撻王也是 一間很知名的 專賣蛋撻的分店 蘇小滿 專賣牛肉餅 所以現在不單是賣燒肉和賣雞 之前Nelsa有拍過影片說 羅湖商業城變身燒肉城 現在已經不是 包括這間煎餅 也是 現場很多人在等候 賣蛋和奏餐 全部都是即叫即精 這個有點像 那個鬼魯濕味 有很多不同的酵料 根據自己後來選擇 價錢十多元有交易 好 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可以幫忙這間 馬來西亞榴槤千層 許榴槤 全都是這個 Open Kitchen 千層蛋糕 九十八元有交易 這個 榴槤雪糕 二十八元 當然有些賣潮山壽大學院的地方 這裏又有另一檔 大閘蟹 剛才那裏是陽晴湖 這個就是 泰湖 這個是泰湖 看看價錢 剛才那間都是大同小異 當然越大隻就會越貴 這間 大閘蟹專賣牛角爆 全部都是現場即刻製作的 繼續有些燒肉 雞的檔口 前面也是一間 不知多香港人熟悉的店 就是這個 玄機雲餃 再次強調 雞蛋等等 是不可以攜帶過關的 過關的話 是會被罰款的 非常之嚴重 大家千萬不要再犯 不要相信他們可以 可以帶過關 山肉雞蛋類 都是不能攜帶過關的 是會面臨這個重罰的 現場之前是沒有增設一些唐食區 現在是增加了一點的唐食區域 我初時以為這個地下城 地下商業街只是做零售 想不到現在所看 看到有幾間店 都是有做這個 就餐區 大家買完之後 在這裏用餐 應該會搶了樓上一樓的美食城 一些不少的生意 可以做一些電訊和雅科的自帶廚 剛才提到 在疫情通關之後 第一個暑假 連唐口岸 貧值兩元雞的必殺技 基本上搶了羅湖口岸很多的一樓 和周邊商業街很多的生意 當時羅湖商業城 第一時間變焦 已經是第一時間反擊 將一樓三分一個區域 改裝成羅湖口岸美食城 增設了很多食物的地方 賣手信的地方 賣雞賣銷的地方 亦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真是可以讓人坐在這裏 舒舒服服用餐的餐廳 當時亦是搶回生意 但至於新鮮度過後 又沉積了下來 這些客流始終是 的不過兩元的誘惑 因為實在太吸引了 兩元的誘惑 又去年堂那邊的消費 所以現在羅湖口岸 又繼續變焦 又將現在原先這個庫一層 屬於深圳地鐵管理的轉換層 以前這裏是空洞 什麼都沒有 純粹是人們在這裏轉換 因為上面這裏就是 厚岸 兩塊層地面就是厚岸 高鐵站 下下面一層的話 就會去到地鐵 這裏可以搭地鐵穿梭 整個深圳東南西北 老幼記60歲以上 憑迴響證 便可以免費乘搭 所以這裏人流是非常多的 所以後來應該是深圳地鐵 看到這樣的商機 將這一層改裝成 深港融合商業街 大家看看 這裏以前有一間美美軒 在後面 現在前面也有一個 大閘賣的地方 剛才有說過 有些傳統產業都在這裏 例如電信 換廣東車牌 另外一間瓜公子 琴齒王 生貴少納 這間很久的 這間開了很久的歷史 這間 有很多同類型的 賣雲吞餃子店 剛才是玄記雲 這間是玄小餃 不知道有沒有親戚 這裏的人 沒有剛才那裏那麼多 這裏是傳統產業 就是燒肉和雞 這裏是傳統產業比較多 我印象中這幾間都比較有歷史 已經開了好一段時間 最早就是這幾間 接著扶手電梯 又避免落一層 最早就是這幾間 後來多了很多賣其他不同的產品 剛才有說過 各種蛋撻蛋糕 蔬菜 蘇餅 蘇餅 綠豆酥 人素等等 這裏一年幾間都是賣燒肉 賣雞 等等 可能在晚一點 生意會比較好 因為時間上早 只是十二點 我想很多朋友都剛剛過了 或者還未曾過 這些店舖 可能要去到四五點 五六點 這些人在深圳玩完 準備回香港 回程斬料 斬兩根大叉燒 或者斬一兩斤燒肉 或者帶雞 加料 加餐 這邊人流不是特別旺 但我們公司中止不得 知道多一點 讓大家看看 整個現場最真實的面貌 現場設置了很多堂食位置 之前很多朋友以為 很多KOL都誤導了 說沒有堂食 其實並非沒有堂食 這裏設了很多用餐的位置 涉機炒貨 真的很受歡迎 同一個地方已經開了兩間分店 順德雙味奶 這間就不用介紹了 一樓也有 連堂口旁也有 不過可能是時間上早 現場是沒有人的 加上我親自試過 品質也是 媽媽日 並非推遲 雖然連堂口岸有兩元雞 必殺技 令到很大部分的朋友們 選擇了經連堂口岸 由香港過關深圳 但羅湖口岸 一點都沒有輸涉 都是很爭氣的 由最初將商業城一樓的三個一部分 改裝進微食城之後 引來一番熱潮 繼而在富一樓的地鐵轉換層 搞了一個深港融合商業街 亦再次吸引不上消費港人的注意 亦成為了回程 購買手信或斬料加送 最後一集 對於香港來說是一件好事 越來越多商業街 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 如果以前只有兩間 做獨視生意 可能現時空間沒有那麼大 現在這麼多競爭 價錢方面 肯定是有些折扣有些優惠 品質方面 大家都不謹慎蝕 因為香港人是很精明的消費者 試過可以的話 就要推薦給身邊的親戚好友 如果不可以的話 肯定亦都會搶到街知學問 好似那些大閘蟹 哪間足料 哪間爆谷 朋友仔試過吃過 就知道 哪間的燒肉 皮脆肉嫩 哪間的雞有雞味 大家都是一傳十 十傳百 今天這就是 羅湖反省的短片 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短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按LIKE 分享出去 以及多點留言給我Nelson 有些甚麼想我Nelson 拍給大家看的話 都可以盡量留言 我盡量滿足大家 如果大家還未訂購 維族的Youtube 記得現在訂閱 以及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有更新片 還有大事項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